现在我们就来谈Tm wave Tm wave Te wave 我们刚刚看的是Tm wave 现在我们看看是Te wave Te wave就是电场只有横向方向的 所以这个纵向的电场就等于零 但是磁场会有纵向的分量 这个时候我们就因为它有纵向分量 我们就假设磁场的纵向分量 它的波函数是等于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然后我们就带到这个微分方程里头 我们现在假设它是这个值 我们现在就解这个值 你从这个以后 这个值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Helmholtz equation 这个方程式的解就是这个值 这个我们很熟悉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现在要多求一个Hz的导函数 为什么要求这个呢 等一等我们要用到它的边界条件 你看这个Hz是代表磁场 Z就是说这个方向是Z方向 Z方向 Hz方向 Hz在Y来说 在Y方向的两个平行 导体板来说 Y等于0跟Y等于B Hz在这两个表面 都是属于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 那么Hz 那么Hz 磁场在导体表面的切线分量 它这个Z 这个切线分量 是 它的导函数是0 磁场 导函数是0 那就是说H厂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电厂 电厂的切线分量是0 因为导体表面的电厂 都跟导体表面的垂直 但是H厂的切线分量 是最大值 确实最大值 如果是最大值的话 那么它的导函数 就要等于0 就是它的斜率要是0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就用 边界条件来求这两个 求这两个 你这个 求导函数以后 这个变成cosHy 那这个 A要乘H 三变cosA乘H 那我们就令它等于A' 这个也是一样 B'乘H B'乘H 那么 我们令 这个值 等于B' 就是另外两个 这个微分以后 就变成sine变cos cosA变成负Sine 然后这个 常数就变成另外的常数 好 要记住这个边界条件 这个跟刚刚那个电厂 在Y等于0 跟Y等于B的地方 就是导体表面 磁场是最大值 磁场的斜率是0 磁场的斜率是0 就等于磁场本身 这个最大值 好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Y等于0的时候 Y等于0 这个没有了 这个 A'等于0 那就没有这一项 只有这一项 然后Y等于B的时候 这个也是0 Y等于B的时候 那就B' sinHB等于0 那这个时候 就是横等于0 B'不等于0 那一定是这个值等于0 这个值等于0的话 那就是表示 所以HB H厂的Z分量 我们解除来了 你解除这个来以后 我们就带到10 H16到10 H19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另外四个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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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得出来就是 HY 跟EX是存在 这两个都等于0 它也是只有三个分量 不等于0 OK OK 好 这个时候它的 它的伽玛值 跟TM wave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cut out frequency 也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现在 我们就说 EZ是0 那其他的五个分量 就是这个 只有这三个分量 不为0 OK 好 可是在这个里头 你看N等于0的时候 N等于0 这个是0了 这个也是0了 那只有 这个就等于B 其他的都是0 其他都是0 那这个就是 没有电磁波存在 只有一个磁场 其他都是0 所以在T1 mode的 这个该平行板波导 T1 mode T1 mode 没有这个mode 这个mode不存在 因为N等于0 只有H场 其他都没有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看一个例题 写出平行板波导中 T1 wave 它的电展跟磁场 各分量的瞬间表示是 还有在 汇出平面上 电力线跟磁力线 现在我们 把T1 wave 的向量式写出来 这是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这是 任意Mode 那现在他要 我们求什么 N等于1 好 我们就把N等于1 带进去 这个五个式子 就变成这个 B1 Cosine B B分之πY 这个就是Sine 这个 也变成Sine OK 这个是零 只有这三个存在 T1 mode 的横前面 只有这三个 横前面的坐标 只有这三个分量存在 但我们现在 一个一个来求 HZ HZ是 1 N等于1 是这个字 那你乘上Exponential 本来这是 负Gamma之一 Gamma就等于Jβ 从这个 取实数 那就是Cosine 因为这前面 都是实数 HY ZT 它是这个 这是HY HY0 横前面上的 乘上这个 再乘这个 因为它有一个J 所以 你取实数的话 这个应该去Sine 去Sine 它就是这三个 不为零的式子 这三个 电场只有X分量存在 电场只有这个 就EX EY也是零 EZ也是零 好 那现在我们 在T等于零的时候 Omega T等于零 那就变成 这样子了 这是 1 电场的X分量 电场的X分量 这个式子 就是电力线 它在Y的方向 Y的方向随着这个变化 Z的方向随着这个变化 Z的方向随着这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Z是Sine BetaZ 这个值等于二分之 二分之π 跟二分之三π的时候 它的绝对值是最大 绝对值最大 这个打X的这个 就是电力线 打点的也是电力线 你二分之π 这是正的 所以它的X方向 超X方向 你这个是二分之三π 负的 所以它是出来的 出来的 OK 然后在 这个Y的方向呢 这个方向呢 当Y over B 等于零的时候 三是零 π的时候也是零 π的时候 也是零 OK 那么 它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呢 这是最大值 你看 二分之π最大值 慢慢变小 慢慢变成零 这个是慢慢变成零 这是电场 电场 然后我们再看 磁场有两个分量 YZ面上磁力线 YZ面上磁力线 我们可以由HY跟HZ 两个式子得出来 这个一笔 这个一笔 B1消掉了 就tangent 这个值 乘上tangent的这个值 这就是YZ面上磁力线 磁力线的斜率 磁力线的斜率 好 磁力线是什么 那就要积分 那我们把Y cos B分之πY 乘过来 这个除过来 变成这个 其他的 sin βZ cos βZ 就是用DZ来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 是你要乘上一个 B分之π 所以叫外面要除 要乘一个π分之π 这个 也是一样 你这个要乘一个β 所以外面乘个β1 那这个值 积分就是logger sin 因为这个 这可以变成 dsin 就是logsin 这也可以变成 dsinβZ cosβZ 负dcosβZ 所以它就是 也是logger这个值 那这个就是 两个积分的 常数 我们积在一起 用logZ来表示 所以磁力线的方程 是这个 对于常数 我们用这个来看 图比较快一点 电力线是这个 我们刚刚讲过了 就是这一组跟这一组 一个二分之π 二分之三π的时候 YZ面上面 磁力线的斜率 我们就看这个 βZ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 是无穷大 你看 这个地方斜力无穷大 二分之三π的时候 负无穷大 所以 这个箭头往上 这个箭头往下 然后再看这个 y over b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是零 y over b等于一的时候 这是tangent的π 这斜率都是零 这个是正的 这就是负的 所以它这个箭头往这一边 这个 这样子 箭头是这样子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在Y方向 它有一个半破场 因为从这里到这里 是一个半破场 或者从这里到这里 也是一个半破场 半破场 OK 所以 它叫做 te1 wave te1 wave 那这个里头的sine 就是n等于1 n等于1 n就是代表 比如说Y方向 n等于1 就是在Y方向 有一个半破场 n等于2 就有两个半破场 好 现在我们 再看一个立体 有一个平行满坡岛 它当中 是装了什么 空气的一个 平行满坡岛 两个金属板距离 是1.25公分 就是B等于1.25公分 现在求这些模式 它的节子频率 D10 DM0 D1 DM1 D2 DM2 还有上面 各模式的电磁波 在频率等于15个Gigahertz 的时候 它的像素是什么 Face velocity 各等于多少 然后C 频率是25个Gigahertz 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能在这个坡道里面 传播的 T1跟T1模式的坡 它的最低order是什么 T1 有1 2 还有3 对不对 4 5都有 那到底是 它的下标应该是什么 好 首先我们就看 节子频率 你把这个 T1跟T1的坡的 节子频率 写出来 这个是 平行版坡道的 你先看 要搞清楚 是什么坡道 然后N得0的时候 N如果是0 我们算是说过 它就是T1 M wave T1M wave的话 它没有什么 cut out frequency 什么frequency 都可以传播 所以说 N等于0的时候 这个时候 T1跟T1M mode 就是属于T1M mode 所有的频率 都可以在坡道里面传播 没有什么节子频率 B等于1.25厘米的时候 这个1.25 这是N 1 2 3 4 5 6 我们把它带进去 2乘1.25 乘10的负2 是分个meter 这个导数 就是光速 等于这个值 如果是纯的界电值 就是这个 这个算出来 是等于1.2 乘10的十字方 乘N N就是1 2 3 4 5 6 好 那这个 1.2 乘10的十字方 Hertz 我们可以写成12Gigahertz 所以它就12 乘上N个Gigahertz 所以其他的节子频率 我们可以写它 T10没有节子频率 T1的频率 你看N的1的时候 就是12Gigahertz N的2的时候 24Gigahertz 这就是这些波导 这些模式 它的节子频率 都写在这里了 像素 平行满波导里头 传播的电磁波像素 是等于这个 所以像素跟Cutile Frequency 是跟Cutile Frequency有关 在T1跟T1某种里头 它的节子频率 是等于这个 所以当我们驱动的频率 频率是15个Gigahertz的时候 就是你的频率 比它的Cutile Frequency 来得大 那这个可以传播 那你就把这个 变成12个Gigahertz 这个15个Gigahertz 这个化解 就变成四分之五C 所以它的Face Velocity 就是四分之五个 五倍的光速 OK 好 那么 我们看 TE2跟TM2 的节子频率 这是2 那就是24 24个Gigahertz 它比你的驱动频率 要来得大 所以 驱动频率 没有这个Cutile Frequency 大 就在这两个模式的时候 所以 这两个模式 不会在 就是频率等于这么大的时候 你这两个模式 在这个Portal中 不能够传播 不能传播 OK Part C 当我们驱动频率 是25个Gigahertz的时候 如果要不能在这个里头传播 它的条件就是 你这个驱动频率 要比Cutile Frequency 来得小 所以Cutile Frequency 要小于25个Gigahertz 这是N N可以12356 好 FCN 我们刚刚算出了 它是对FC1 乘上N 对不对 那就12个Gigahertz 乘这个 乘上N 它要小于25个Gigahertz 乘多少 乘1 本来就比它小 乘2 本来也就比它小 乘3的话 就不行了 乘3的话 那它这个Cutile Frequency 就大于这个字 就不能传播 N等于3 所以最低的模式 就是等于 TE3 或者TM3 在F等于25个Gigahertz的时候 这个模式 是最低的模式 不能传播的 那当然TE4 TM4 更不能传播了 好 底下我们就要看 矩形波导 Rectangular Wave Guide 我们休息一下 好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 矩形的波导 Rectangular Weight Guides 上一节的平行板破导 是假设平行板横向的坐标 X是无穷大 但事实上它不可能无穷大 那么它总有一个边界 那么有边界的话 它就会有所谓边界的效应 那我们就是在这两个边界的地方 也用金属板把它堵起来 也是平行板的金属板 让它的电波不会露出去 不会影响到周遭的环境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一个长方形 界面的一个坡道 好 我们讲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Y方向 X方向 电波传播的方向 那么Y方向呢 Y方向 两个平行板之间的距离是B 那X方向的距离是A 就是X等于0的时候 跟X等于A的时候 是这两个平行板 好 那么当中的界值 它的参数 我们就是用Y μ都是一样 都是μ0 我们这个用Y 我们首先介绍TM Wave TM Wave 那就是说 它的磁场 一定是横向的方向 既然只有横向的方向 所以HZ就是0 这是代表纵向 那么电场的纵向 不等于0 有电场 所以我们就要解除 纵向的电场的值 我们假设 这个里头传播的 这个电磁波 跟界面XY有关系 因为现在X不是无穷大 它跟X坐标也有关系 跟Y坐标也有关系 当然它朝Z方向传播 跟Z方向也有关系 所以这个向量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了 这是横界面的方向 这是传播的方向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 用这个偏微分把它解出来 在偏微分里头 这一项就是等于parti平方 over partial x平方 像上parti平方 over partial y平方 解这个等于0 好 现在我们知道 你X component跟Y component X里头也有Y坐标 Y component里头也有X坐标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解的话 就是要用分离变速法 这个我们在电磁学第四章 我们介绍过 分离变速法 我们假设这个坡 它本来是XY两个坐标都有的 我们假定它是单单由X坐标所构成的一个坡 跟单单由Y坐标所构成的坡 这两个相乘而得到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值带到这个里头来 带到这个微分方程里头来 然后再被X大X大Y来除 那么微分方程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在第四章都讲过 所以我很快地带过去 好 上面的式子要成立的时候 一定是 因为这一项只跟X有关系 这一项跟Y有关系 你把它加起来 要等于0 那如果X是任一只 Y是任一只 那么这里头有X 有Y 这个里头有X的话 那这个很难处理 好 我们就说 好 现在就是 这个里头的X 它跟坐标没关系 这个Y Y也跟坐标没关系 就是常数 常数的话才可以加起来 才可以等于0 如果你一个跟X有关 一个跟Y有关 X跟Y两个根本坐标 互不相干的 你怎么会加起来 任一只加起来等于0 所以它一定要个别 都等于一个常数 我们就认这个常数 这个等于负KX平方 这个等于负KY平方 那么KX平方加KY平方 要等于H平方 带到那个式子里头去 H平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解 这两个偏微分方程 这个就是它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A是一个B式 我们要解这两个 A式的解 比如说我们解这个 它是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它就是变成这样的字 AXsin KX X BXcos X 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 那现在我们要决定 这个常数是什么 KX是什么 我们就用边界条件 因为这个是什么 是Z方向的 我们上面觉得是Z方向的电场 是Z 电场的Z分量 所以电场它是 是圆着Z这个方向的一个分量 好 这两个分量 这个Z分量 在X等于0 跟X等于A 这两个表面上 都算是什么 平行分量 电场在导体表面的平行分量 要等于0 因为电场在导体表面只有垂直分量 这个我们在电子学都讲过 这一定要记住 所以它是X等于0 跟X等于A 一定要等于0 这要记住 以后解释这个一天到晚再用这个 好 这两个等于0 那也就是说 或者是 它的界面的两个分量 在X等于0 X等于A要等于0 因为 EZ又分成这两个 又分成X跟Y 所以它就是X0要等于0 XA要等于0 好 将这个边界条件 带到这个里头来 X0等于0 XA等于0 X0等于0的话 这下没有 就是这个要 那X等于0 这个没有了 就是BX要等于0 好 那就是 这个只有AX 3KX 但X等于A的时候 这个等于0 那AX不可以再等于0 再等于0 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是这一项很等于0 当这个很等于0的时候 因为它是正确函数 所以KXA 要等于Mπ M是1,2,3,4,5,6 所以KX就等于这个值 于是我们就解出来 XX 它是等于AX 乘上Sine Mπ over A Mπ over A 乘上X 解出这个来了 其次呢 我们就再解这个值 这个值值 它的解也是这个样子 那Z分量的电场 Z分量的电场 在Y等于B跟Y等于0的时候 也算是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也要等于0 那就是这个Y0要等于0 YB要等于0 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Y0等于0 这个没有了 所以BY要等于0 YA等于0 这个已经是0了 只有这一项 所以它就是KYB等于0 那就是Sine KB要等于0 因为这个不可以再等于0 这个等于0的话 那就是KYB要等于Nπ 刚刚刚用M 现在我们用N KY就等于Nπ over B 所以我们就解出这个值 就是对于AY Sine Nπ B 乘上Y 然后把X跟Y 带到原来的这个 Z分量的电场里面去 带到这个里头来 它就变成这个 它那个常数 我们就写成10 10就是等于电场的正乎了 10就是这两个乘起来了 H平方呢 它是等于KX平方加KY平方 那KX是等于这个 KY是这个 所以H平方就等于这个值 然后你现在知道EZ0了 对不对 HZ0等于0 EZ0写出来了 这要记一记 TM Wave这两个是Sine 带到10H16 到10H19是 就带到这个里头 EZ是这个 对X做偏微分 它有个NπA 就是这个值 然后EY 它对Y做偏微分 有一个NπB出来 这个变成Cosine 这个也是变成Cosine 对不对 好 现在 好 现在HX 带到这个十字里头 这一套要记一记 然后 这个对Y做偏微分 对Y做偏微分 对Y做偏微分 就是微分这个Nπ 就是H1Y OVERB 递出来 这个变成Cosine 然后最后一个 H1Y 它是PARTULEZ OVERPARTULEX 这个 对X做偏微分 拿出一个这个来 好 这一组 就是其他的四个分量 电差两个分量 磁产两个分量 再加上原来这个 还有HZ等于零 那六个分量都有了 然后β γ是等于Jβ 它是等于HP方减K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 拿到前面来 这就有一个J 拿出来 γ是等于这个字 γ等于这个字 我们就可以看它的 截止频率了 任何一组整数 M与N组合的POR 代表一种可能的模式 就是前面有M与N 对不对 M也是123456 N也是123456 那 M跟N可以是 这些常数 这些常数里头的任意值 所以你任意取一个M值 任意取一个N值 那就是构成一种 构成一种可能的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TM 它的下标 我们是用MN MN 第一个下标 第二个下标 表示电厂 跟磁场 在坡岛界面 叫长一边 这是叫长一边的 N是叫短一边上面的 它有多少个半坡长的变化 刚刚我们不是看了 TME吗 或者TE1 1就是代表 因为平行板 它只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半坡长变化 现在有X跟Y X跟Y X比较长 Y比较短 所以M是代表 长方向的 长方向的 半坡长的数量 N是代表 短的这一方向的 半坡长的数量 Gamma 我们刚刚求出来 Gamma是这个字 TN N模式 它的节止频率 就是当这个等于这个的时候 这个Omega C 是交频率 现在我们改成这个频率 它就等于 这个值 这个节止频率要记起来 节止频率要记起来 它的节止波长 节止波长的话 因为频率 频率 成波长 要等于波数 等于波数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就把它 波长 波长成频率 这个相成 就是这个东西 波长成频率 波长成频率 这个月调 那就是等于 波数 二分之一月调 这个月调 波数就是C 这是节止频率 那节止波长 节止频率 好 这个是代表 TM Wave TMN Wave 的 Z Component 它的Z Component 举行波长 MN 只要记得 它是TM Mode TMMode 它的磁场 只有横向的方向 电场有纵向 这是电场的纵向方向 电场的纵向方向 它在四个导体 上下 左右 来讲 它都是属于什么 属于切线方向 电场的切线方向 一定要等于零 那就是 这个 X over A 等于零的时候 X等于A 等于A的时候 X等于A等于E的时候 这要等于零 Y over B等于零 跟Y over B等于E的时候 这也是等于零 所以它是Sign 它是Sign 这要记一记 因为它是Sign 所以 你M等于零 它也不见了 N等于零 EZ也不见了 所以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常数 M跟N 都不可以为零 任何一个都不可以为零 都不可以为零 所以 它就没有什么TM 00模式 没有了 也没有 TM10模式 或者TM01模式 因为里头有一个零就不行 所以它最低最低是什么模式 TM11模式 所以TM11模式 它的节制频率 就是TM波里面最低的 就是它的dominant mode 就是它的主要模式 或者叫做基本模式 TM111 TM1模式 TM模式 中 最低者 这要稍微 你把这个道理弄懂 再稍微记一下 它的β 跟它的ZTM 仍然是这样子 仍然是等于这个字 现在我们看 第七个例题 写出边长是A跟B 矩形波道中的 TM11 瞬间是表示 这就是X方向的长度是两个平行板 距离是A Y方向平行板 距离是B 然后我们在某一个特定的平面 就是XY平面 或者YZ平面上面 把电力线跟磁力线划出来 好 现在我们先做A 好 先看X分量 它是等于 这个 这个是界面上的分量 X分量 乘上这两个 去real 但是它指定是M 等于1 N也等于1 好 我们这里就是 把这两项合并 CAMMA变成Jβ 变成这个形态 然后这个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就是这个东西 刚刚求出来了 好 这个成这个 去real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J 所以你这个要去sine 去sine OK 去sine 这就是EX Component Ey Component Ey Component 就是把Ey 就是横界面上面的坐标 乘上这个 它也有个J 所以去real 这里也是sine 也是sine 也是sine 你们回去都要自己好好做一下 Z Component 是这个 Z Component 最基本的是这个东西 在前面没有J 所以去real就是cosine 所以去real就是cosine Hx 这一下 也有个J 所以去real 这也是sine Y Component 这一下 刚刚求出来是这个 然后它也有个J 所以去real 它就只有sine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顺时值把它写出来 好 这个是零 Hz本来就是 它是TM Wave β等于这个 四字里面的β 是等于这个值 现在我们要画 它的电力线 电力线 我们现在取t等于0 Z也等于0 那就是sine或者cosine Omega t-βz 这个括弧里头 这个是0 好 我们看看 电场的Y方向 跟电场的X方向 这个是它的位移 这个是电场的分量 比值 这个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这个也求出来了 其实这两个可以约掉 它就变成这个值 这里头我们把β 它overH平方 约掉 它就变成π跟π约掉 它就b分之 10也约掉 b分之a 然后这个是tangent a分之πx 然后这个是cotangent b分之πy 这个是电场的在yx方向的斜率 y跟x方向 那这个就是在它的横界面的方向 磁力线也是我们看横界面的方向 你把hy带进去 hx带进去 这个约掉 那就是这个东西 这里头也是一样 你把Omega IpsoH平方越掉 110越掉 π越掉 就变成这个 我们用这个斜率来绘制 电力线跟磁力线 是这个平面 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平面 实线是代表电力线 虚线是代表 磁力线 我们先看电场 电场的斜率 在y over b 等于零的时候 无穷大 电场 y在零的时候 你看 都是无穷大 斜率 y over b 等于1的时候 也是无穷大 不过 它是负的 这个朝上 这个就是朝下 然后 然后h场呢 斜率 你看 y over b 等于零的时候 是零 y over b 等于零的时候 就是这个 零 y over b 等于π的时候 这也是零 这个也是零 我一个是朝这一边 另外一个 就是朝这一边 那还要看这个 x over a 等于零的时候 是无穷大 零的时候 你看 它这个斜率 是无穷大 等于1的时候 也是无穷大 所以磁力线 是这样子的 电力线 是这样子 大家从这里 都要能够分 假如它没有打虚线 通通用石线 问你 哪一组是磁力线 哪一组是电力线 那你一定要知道 这一组 在导体表面 它的厂是最大值的 那是电厂 这组是 你看 在导体表面 都是最大值 对不对 电力线 好 在导体表面 它的斜率 等于零的 斜率 等于零的 这个是 代表它 磁场等于零 磁场等于零 OK 那么 所以 这一组是磁力线 这一组是电力线 那么这两个斜率 正好 沉起来 等于 负一 就是 电力线 跟磁力线 处处要垂直 处处垂直 OK 这就是我们解释的 同理在特定的YZ面上 我们看这个面 YZ面上面 我们现在取这个界面 是 当 X等于 2分之A的时候 X是这个 2分之A 就在这个面上面 正中间这个面上面 这一个斜面 那这个时候 SINE 等于1 COSINE的 A分之π X等于0 好 我们看电力线的斜率 EY over EZ EY over EZ 那 现在是 这个等于0 这个也等于0 T都是0了 我们这里 应该是 它是瞬间直 你不是瞬间直的话 你看不出来 它是 它是闪烁 你怎么看得出来 这里说应该是 这个是0 然后 这个笔直 10消掉了 它就是 这个 beta over H平方 E0约掉了 然后这个是 X EZ 这个也约掉了 就是这个 这是contingent的 T等于0 这个等于0的话 这个就是 负 tangent的 beta Z 斜率 YZ的斜率 你看 beta Z 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 这个是无穷大 这个是负 无穷大 无穷大 所以磁场 这斜率 电厂的斜率 这是电厂 电厂的斜率 在这里 你看 无穷大 这也是无穷大 一个正的 这个就是负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这样子的 你看 在Y方向 一个半波长 这都是一个半波长 所以它是TM1 mode 在YZ面上的磁场 只有这一个实质 T等于0 它就是这个值 0 伏伏的正 你看 beta Z等于二分之π 它的H长 是最大 你看 这个地方 密集 对不对 最密集 它是根据这个边 这个等于0的时候 cos 0的时候 是0 那就是 就是1 1就是x方向 是正的 xyz 当这个 Y over b 等于1的时候 就是π 你看 它就是负 Y 这是打点的 这有没有写的 打点的 一个打点 一个打差 YZ面上的 磁电力线跟磁力线 就是这个 这是电力线 电力线 这个是磁力线 矩形波导 TM11模式 就是你看它 X方向 也是只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半波桑 Y方向 也是一个半波桑 所以它是 TM11模式 你要看这个就要看 XY 这个横界面 天力线的斜率 我们看这个 它有YZ 看这个 你看 当Y等于0的时候 Y等于0 这是无穷大 Cortention是无穷大 等于π的时候 是负无穷大 所以一个朝上 一个朝下 然后X方向 就是 由这个来 确定 X方向 那X等于 0的时候 应该是 电力线的斜率 应该是看YX Y跟X 要看这个 看这个 Y over B等于0的时候 是这个 无穷大 看到没有 Y over B等于1的时候 负无穷大 X over A等于0的时候 是0 它的电力线 它的斜率都是0 看到没有 斜率都是0 等于 X of A等于1的时候 π就是等于负1 这个地方是 朝这里 这里 负1 应该是朝 一个就是 一个是0 一个是负1 磁力线的斜率 就是看这个 磁力线 还是看这个 还是看这个 Y over B等于0的时候 0 你看 磁力线是0 它等于π的时候 磁力线是0 那么这个 这个等于0的时候 是无穷大 这个 一个等于1的时候 是负无穷大 所以它是这样子了 这个是磁力线的斜率 现在就是看YZ面上面 定力线的斜率 我们从这里 得到这样 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Bleta等于2分之π 2分之3π的时候 都是 无穷大 无穷大 这个是 电力线 无穷大 那这个 Cottingent Y等于 B的时候 在这里 这就是无穷大 Y over B 等于0的时候 也是无穷大 这个电力线 就是等于0 磁力线 看这个 BetaZ等于2分之π 2分之3π的时候 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 负1 最大 因为它是介于 绝对是介于0跟1之间 OK 然后这个 从这里 就可以看出来 它在Y方向 有一个半波长 N等于1 都是一个半波长 OK 那么 所以这是T 1-1 mode 讨论 0 2 4 4